这里是王者冠军赛云峰对决烟谈战的比赛现场 齐亚兰是66公斤级的比赛 有请蓝方选手登场 这次是王者冠军赛云峰 下面将出场的是洪峰选手 首先为大家介绍 蓝峰选手 年龄二十六 身高一米七零 曾经的战绩是九战八胜 两次KO对手 他曾经获得过蒙古国散打冠军 以及塔吉克斯坦自由波及锦标赛冠军 让我欢迎挑战者来自蒙古国 Bart Jarry Gala 洪峰选手 年龄二十一 身高一米七零 曾经的战绩是十战八胜 四次KO对手 三次TKO 让我欢迎来自中国的小子 唐开 有请厂商财务员 唐飞 现在的池织集成的 那么一旦东西的池织集成 我的曼海 后来吃我们的衣服 有没有 一些处理的刺激 毛肝尽 刚刚再一起冲水 唐飞 对手 这儿艺宜选手 casi 为什么有远手 我的时刻 中文字幕——YK 主播也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是今天第八场比赛 唐凯对巴特扎 红方选手是唐凯 这个项目啊 现在还是大家得看到了 我们的运动员只有带了一个分纸手套 很薄的手套 还加上护腾 其他的都没有 所以可以踢打摔拉 走棋都能用的一个综合搏击项目 所以说我们看了这国内的MMA啊 UFC啊什么龙斗啊什么都是这类项目 所以我们观众看了这个项目几个平定胜负的标准 第一个打的对方服不服 对方服了你就胜了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医生说你不能打了 受伤了 对方就胜了 还有一个裁判判你这个犯规了 那个取消你的比赛资格了 你就对方就胜了 还有一个最后裁判就看看谁有优势 平定标准 所以我们观众啊 很容易看着明白 看看谁追着打 谁的有进攻力度 谁的有优势 像我们那个双方在实战格斗一样 所以大家好好地观看这种比赛 我们看啊 这开局不久啊 唐凯整个的战力感觉不错 无论是距离控制还是偶尔输出几个动作啊 都很有质量 对 从目前来说这个那个唐凯还是属于一种在追 在比的打 那么这个距离调整呢也是很合适 不合适的距离他就不打 一旦有了合适的距离他就打 看看能不能在手脚并用方面再加强一些 这个反击就没抓住 对方一转身你马上要追上来就最好 好的 拳头还是右后手拳 右手 尤其这个右手还是比较重的 对 这后手有 后手堵截 堵了对方这个蓝方的脸上 高手上头 好的 从目前来说这个那个唐凯还是打出了这种杀伤力的特点 对 而且比较准 对 其实在比赛过程当中输出重的不多 但是有效性很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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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也是要我们取胜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现在从双方运动员来说到不轻易地用地面战术 还是用踢打 踢打看看谁怎么样摸一下对方的特长 目前来说看来这个唐凯这个攻击在地面战术还没表现出来 这战力式还是不错的 但是目前来说 唐凯现在整个在节奏的控制上打得不错 对 他是掌控了这个比赛的节奏 对蓝方来说好像还是属于一种偏被动 跟着这个唐凯的战术打 对 好的 对 好的 这些项目啊 这个MMA这些项目啊 你没有掌控比赛的节奏 没有操控比赛的能力 你是很难获胜的 对 哎 你现在看唐凯一直是在控制啊 把对方 对方始终在这回合当中就没有在 笼子中央战过 一直是靠着轮边 都在转穿 但是我要想如果如果张凯在地面战术还有优势的话 在一定的时候可以用地面战术来打 因为对方蓝方已经靠到边上了 你近这鱼楼抱 就把它给抱摔倒 我看也是不是一个也不一定是坏坏办法 好的 基辅然后前手便平勾上头 不错啊 基础 而唐凯现在第一回合看打得很干净 没错 从目前来说战力是这个打斗啊 这个唐凯还是很有优势的 这个一要是追的打 第二打的进攻的频率也比这个蓝方多 就看看那个蓝方后面那个战术有没有改变了 这个蓝方轻易的不出手 但是这个张凯看看从目前来说 张凯打反击那个机会好像不是抓得很紧 那主动抢攻还可以 当对方进攻落空失败的时候 你怎么能抓住反击啊 好 比赛第二局开打了 嗯 第一局过去了 第二局看来双方都摸准了 各自的特长了 看看有没有改变 哎 现在你看看这个蓝方现在 第一次先发动进攻 哎 再追 对 就看看地面战术还没用上 到底双方的地面战术怎么样 也没用上 现在是 唐凯现在也是第二局怎么又变招了 就打着打迂回战术了 哎 对了 好的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一开局还是往前冲得不错 对 你看那个蓝方现在第二局打的改变战术了 他不是迂回了 现在基本上站在中间这个场地来追着打 哎 好的 对 唐凯看得很准啊 看得很准 打得很准 主动抢攻能力不错 但是如果打防守反击 这块能力 这个唐凯还是 还是没有反出 反映出很高的水平 你看 这打完就老侧 你打完对方 反击的司机有两个 第一主动以攻代防 第二 对方一旦失败赶快就抢过来 这样的话你这反击的能力 反击的效果就会好 你不能退 对 当我心里为方 对 心里为方 就马上追 对 这样的话这个反击的时间才效果才好 你老是退一步 退的时间太远 这个距离太远了 你追不上来了 你这就是 打这个战术就相对来说就不行了 所以往往我们运动员都是这样 要么会主动抢攻 要么会打防守反击 很难是两举兼备的 好的好的好的 这后手拳 继续要有 不能半打一再继续打 对 现在就从第二局来说 这个蓝方已经完全改变了他第一局的战术 现在基本上都打 但是 但是 唐凯有点依赖 想靠单个动作打了两招 对 对 凯凯的这样一个打法 还是 我现在观看了唐凯基本上抢攻还行 打防守反击的能力非常有缺陷 对 而且抢攻就是一个动作 对 确实这个动作打得很好 就是第一招 对但是这没有连击 对 也就碰上这样的队员 你要是碰了一个猛冲猛打的队员 你打防守反击 那就不行的话就很难获胜了 对 现在这个蓝方是追 但是追了你不打也不行 你蓝方老是追 但是 好像 地面战术没有 现在这个 棠凯似乎也不愿意在地面纠缠 对 看来说很喜欢打战力 对双方都不愿意做地面战术 现在我也发现了就高水平的这个 这个运动员往往战力似的更好 更能保持体力 对 看来现在都单打一 对 你这种单打一不行 好的 这个打击好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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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再打了 哎呀 这个拳好 这一天我们先公開了 我们能否好 我们今天好 好优优独播剧板 我们下期再见 NEG 好优优独播剧场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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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旅游卫视王者冠军赛 云峰对决烟台战的比赛现场 接下来是77公斤级的比赛 首先有请蓝方选手登场 新闻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接下来将要出场的是红方选手 首先为大家介绍蓝方选手 年龄26 身高1米80 曾经的战绩是7战5胜 两次KO 三次TKO对手 2016年世界综合格斗锦标赛 84公斤级的冠军 两届俄罗斯冠军 俄罗斯超级杯冠军的金腰带获得者 让我欢迎来自俄罗斯的 哈吉姆拉特 红方选手年龄32岁 身高1米80 曾经的战绩是10战8胜 两次KO对手 他获得过WSDF3的冠军赛 77公斤级的冠军 以及菲律宾URCC冠军赛 77公斤级的冠军 让我欢迎迎战车 来自菲律宾的JC专 有请尝尝咱们安德斯 观众朋友您好 在下张泰海欢迎各位收看 王者冠军赛云峰对决烟台战略比赛 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武林泰土朱瑞琪老师 朱老师好 朱博言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场的级别就重了一些了 77公斤级 我们知道菲律宾选手的这个拳击基础不错 因为拳击在整个的这个菲律宾国家里面的普及程度很高 你看抓拳反击的机会不错 但是呢现在这个红帮前手啊 这个肌肉的维度 皮脂的含量啊 这个确实是脂肪性更高一些 有点吃力 对脂肪更多一些 但是我觉得这个这个级别的比赛 还是应该要求肌肉的质量 对而且明显看出来这个选手本身啊 拳击基础不错 包括报价啊 以及这个摇闪的一些小动作啊 确实是有拳击的基础 对 但是现在看来这个 这个红帮啊 这个打出来这个速度爆发力量 看来还没有表现出来 是 这个蓝方转身踹嘴 那也是撕探性的 没有完全的 表现出一种攻击的杀伤力 好的 编腿 这第一回合第一局 看来大家双方运动员都是在撕探性 这个飞机跳起来打膝盖 爆摔 摔了 这个红帮看来这个也是 虽然体重还挺大 但是这种力量还是 还是有欠缺的 是的 而且对于这个身上的胶劲不够 对 你看蓝方在骑在上面 他好像没有办法再抗起来了 这个就不要被动了 对 这个非常被动了 好 这个蓝方选手啊 现在在做一个战力登头台的技术 对 拍了拍 这个锁住了喉部 降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有请本场比赛 班长嘉宾 烟台市一城商务有限 公司董事长刘绍兵 以及本次赛事联合承办单位 著名的山东省青年企业家 烟台市青年企业家 刘维为获胜者颁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在旅游网市 这里是旅游卫视王者冠军赛 云峰对决烟台战的现场 接下来进行77公斤级的比赛 首先有请蓝方登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首先为大家介绍蓝方选手年龄二十九 身高一米八四 曾经的战绩是二十四战十九胜 四次KO对手 曾经获得过蒙古国摔跤锦标赛的冠军 以及蒙古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冠军 他就是来自蒙古国的挑战者 不忍展开 红方选手年龄二十五身高一米七八 曾经的战绩是七战全胜 四次TKO对手 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的展善童 我请 有请场上咱们王文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下张大海欢迎各位收看王者冠军赛云峰对决 烟台战的比赛 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武林态度朱瑞琪老师 朱老师好 主播也好 这个我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现在是开赛了 今天第十场比赛 王奇对不仁扎凯 这个蓝方这个是蒙古国的队员 这个蒙古国的运动员 一般来说对摔跤的技术还是比较好的 他那个 这个在搏击对抗项目应该说是还是比较有特长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来这个我们的王奇啊这个打这个动作攻击力也好 或者进攻的能力也好 看来第一招就见到了一种优势 王奇的战力是不错啊 对对对 比较优势比较明显 对对对对 这不是拿凯我们过去也看不到很多次比赛 对对呃 场上比较经验是比较多 对呃 但是呢呃呃整体上你像你是摔的特别好呢还是地面特别好还是战力特别好都不是特别突出对 但整体不错嗯呃经验多对呃 所以就明显看出王奇的这种战力特长就很明显了 没错 所以刚才那王奇呢想抱摔一下这个蓝方这个没摔倒又站起来还是打 对还是发挥你自己上 因为蒙古刚才我说了蒙古国这个这些运动员都是散摔的对 所以你不要轻易的精神给他抱摔 对无论是抱摔还是防摔就整个身上的交劲都特别好 对对对所以地面战术呢我们也不见得摸不准有没有优势 所以先战力打哎 你看看从目前来说这个王奇还是有攻击的特点有攻击的优势 对现在看来这个蓝方啊老的瞄到下面 看来老想这这种大摔法了 哎呃在拳上啊现在看这个蓝方不仁扎凯啊这个还是有点差 相对他的对手来说啊 对对对他这个好像踢打的动作不是他的特长 对他还是想办法要进来摔 哎进来用地面战术但是王王奇呢还是还是不错的你想抱进来我不让你抱 而且刚刚你看那个推开的动作也很不错啊 对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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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下很黏住这脚确实是打到的耽误了 这个耽误了正好踢在胡档上 因为我们的活泡群者王奇被击打到当部 所以按照MMI的规则 有五分钟的休息调整时间 我们多来点掌声和呐喊声 给他加油 大大气好不好 比赛继续开始 这个项目比赛 如果对方被踢到当了 他可以有五分钟的休息时间 现在运动员已经休息完了 继续坚持比赛 这个精神是可贵的 这个现在还要继续 王奇这个继续拼搏的精神 还是挺不错的 但其实呢 就这种被踢到重重的 踢到护当之后啊 即便是恢复过来啊 这个选手的战斗力 还是要减少不少的 是的 是的 所以这个完全靠一种力力 来顶住他 对 所以说 这个对王奇来说 是严重的心理上的克服 克服这种 这种 这种 心态 哎 哎呦 他这个是啊 正好啊 他这个是反架 还是正架 用 这个这个 南方的老是反架 他个边腿啊 后边腿 老踢这个容易踢当 对 哎呦 哎呦 王奇本身的战力打击技巧还是不错 对 他现在就是 狼房这个都是一种反架 对 反架那个 这个后腿 一般来说就正好打到里侧 好的 哎 像这个这个 这局应该时间快快到了 啊 全腿组合也有啊 对对 哦 你看这时候不是他该打一个动作 王奇可以打三个 对对对 真是不错 哎 这个 就这么打的一定要防住他的腿 对 哦 转身腿 哎 好的 对对对对 好 哎 哎 王奇几个拳法还是不错啊 对对对 所以从王 王奇这个踢打的技术来说 应该说还打得相当不错的 哎 哎 对对对 哎 这个最后跟一个中段的扫机也挺准 没错 他这个在残暴户下打当中 马上就边打边出来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处 哦 这个倒地的这一瞬间有点松懈啊 对 结果被对方瞬间做了一个奇蹭 这个 这个有点松 这个不能 这个关 正正去把他把他翻过来 不能让他这么打 要这么打的话很吃亏的 快起来快起来 好 还有十秒坚持动 还有十秒坚持动 到了 快到点了 哎 快了坚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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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们看啊 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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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 strate desafío 分仁icas 怎么会掉 第二次 2 还是全都有机会 对 所以头部可以真打 也可以虚打 对 真真假假的运用 他这个蓝方这个腿很低 王岐 王岐这个是对于这个 有说这个职业比赛啊 你举手裁判不一定会理你的 对对对 因为你主意在退手的当中 对对 你举手了裁判不见得同意的 对 因为这时候是 如果说你在退的过程当时 你举手 可能是对对方的不公平 对对对 所以那一般裁判 就可以不喊停 这个王岐争取打连击 在打拳呢 争取打连击 对对对了 这个连击打的 就有威力的 因为他防第一下可以 防第二第三下 他就不太容易防得住了 有马 vote 对 现在目前来说 他这个 这个我旁边 他这个这个南方 他也不见得有那么好的体力了 哎 心有意力不足了 他事实上用摔法 不要转下来 转下来是吃亏的 对你的大个子 对你这个体重 往下转是不是吃亏的 王琪我觉得该打一些重击了 对 我也觉得还是应该用多踹腿 蹬腿 你看这么几个距离 对 不能低头 对 后腿 好的 你这个蹬腿还会出 对 你看 最好 两个 这样的才有你的威力 对 不要低 不要低头 追追 哎呀 要爆摔啊 这爆摔不是你的优点啊 对方顶器有一定的效果 尽量别用这个战术 打打打 对 这不是南凯娇劲儿不错啊 你看 防摔防头好啊 对 是啊 所以 所以我们这个 对了 你这样才打到你的战术来啊 你对你的才有利啊 嗯 合适的距离啊 有有左拳的掩护 王琪可以尝试右腿高手上的队 把手打拿起来 不要手掉下去 还有十秒 对 现在第二局还有十秒 还有两秒 三秒 好嘞 好 第三局开始比赛 现在是观胜绝了 这个 看看运动员看看 已经都知道 互相了解了 怎么样发挥自己的特长 用我之长 公言之短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思维模式了 哎 这王琪现在是想打很拳 但是步伐要跟上来 对 距离还是不太合适 对 哎 对 这个低扫好 这个打拳容易走步难呢 这是武术里面的一个寒话 对 必须要跟上腿反 跟上步反 看好了 这个 从目前来说 哎 从目前来说 哎 不错 单拳的变线 哎 王琪 哎 好的 一个左拳打下面 右拳跟上 对 正好对方比较少两手比较低嘛 哎 不错哎 抱摔是假 打拳是真 对对对对 你双手不是对方 蓝方啊 双手比较低嘛 对 你就打了下面再打上 或者晃上上面再打下 这样让他的来不及挪 用手防 哦 她这个蹬腿也很厉害 蹬了想 蹬了一个像我们那个挫脚有过残腿 对 哎 她这个直接往上铲 哎 这个对膝盖也是 有很大的一个危险 对 好的啊 不错 这边呢 打她的大腿 对 又一个 哎 这个左拳再跟上来就好了 打了右腿再左拳再后手 变成后手打拳 对 对 我觉得王七可以尝试一下 起个低扫砍大腿的时候 对 再变线直接上头了 对 对方又反架了 又反架了小金 她的横边腿 对 对 顶住顶住 哎 一定要晃她一拳 打到好 哎 上下进攻 左右开弓 这就这就对了 哎 不要爆 不要爆 对 你要爆就亏的 对 哎 这个时间不会很多了 一定要稳住 发挥你的特长 这个时候你用摔法 用地面战术肯定是吃亏的 哎 哎 哎 从目前来说 这个从目前来说 王七应该说还是 有你这个很大的一个优势 对 踢打的动作比较多 嗯 哦 来 对对快起来 哎 小心被拿背 好的好的 小心啊 对 这个转身 转身对 其实呃 转身手要打好距离 这个没有距离的 对对 好好转回来 推得出来 好样子 没错没错 哎 哦 还有一分半 那观众 这个教练都在喊了一分半 这一分半中要怎么打 对 这个注意不要地面战术了 哎 这多打一些全腿 嗯 这个王岐这运动员啊 比较实在 对 打法上也比较实在 一个实在 第二个还是比较沉着冷静的 打那个心子还是比较清楚的战术 对 手不能掉下来 不能掉轻声啊 这个后面这个 这个重拳重腿的 这击击这个 或者这击击的现象 也是容易出现了 对 好样子 对 对 对对对 打 打了 打了这个 打了这个 打了这个后腿 一定要这个 拳就跟上 打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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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能掉以轻心了 这个很危险了 现在 现在这个 手要拿高啊 手要拿高 好像对方这个时候 这个重拳也出来了 30秒 30秒 因为波仁丹凯啊 确实是比赛间比较多 嗯 嗯 他会找到啊 他他也会感觉到 你们体能出现问题 对对对 好样子 继续玩 20秒 10秒 对 好样子 对 不能松 不能松 对 现在我觉得应该用灯踹给 堵他 哎 还有10秒钟 要坚持得 那么多了 对 好样子 王琪好样子 好 我们下期见 多久 对 大家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满三的回合真的需要非常大的体力 就是一个紧张的时刻 我们让我们来接收一下比赛结果 尝尝三位参判 一号参判 二十九比二十八 二号参判 二十九比二十八 三号参判 二十九比二十八 红方 明镜与点点栏目 送给我们的铁木山王晴